这把的预选也是有点不简单 不能说有点相似 只能说一模一样 再把我们预选的这三位英雄都给搬掉 接下来系统随机分配英雄 就跟开盲盒一样 双方都是系统随机分配英雄 直到看见我方四楼的小明 我觉得系统应该带点私人意愿 打了一台之前 我决定把我的风神之力 给到我方射手 你干嘛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信吗 第一棒小明对战加罗 小明有了我的风神 也是来到十七级 上去战斗吧 被我选中的男人 哎不是你怎么一开局 就把一技能给空掉了 好家伙 这个小明是真的下饭 我一个下饭主播都觉得自愧不如 那么问题来了 你手机里面第一张表球包 打得过彻底疯狂的光头墙吗 怎么话还没说完 余机就没了 接下来貂蝉带着他的新皮肤登场了 有一说一 貂蝉的新皮肤是真的好看 我承认貂蝉有点东西 但是蛮小的暗信 他绝对打不过 啊 既然真的打过了 这貂蝉的伤害 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呀 这边在看吕布 对貂蝉也是一点都不心软 无所谓 我方向羽会出手的 随后红方又上来一个异星 就算是有神明 我亦能 剩他半子 就你他喵的叫异星是吧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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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